我能把自己活到這樣的高度 為什麼要交一個讓我去吃土的 如果她願意硬起來 她願意長大 一起努力 我努力 但現在很窮 養我吧 養她 那你努力給我看 你會變大嗎 你會硬起來嗎 很大 硬斑斑的 活在自己世界我覺得 這個活在自己世界女王 應該姓 就是叫瑋瑜 有鄰居的嗎 她是瑋瑜 是虛 姓虛 她就是 她本人就是屬於高配版 她就什麼都要高配 就是 就是要住就是好的 五星級飯店 然後商務艙 我可以住民宿喔 但是你比較喜歡這樣子 就是她 沒有 我是喜歡住民宿的 只是高級民宿 沒有 沒有對的 一個晚上兩萬的那種 你應該上過什麼 小紅書很有名的那種 她就是一定要住這種規格 做商務艙 然後不管怎樣都要那種規格 我覺得男生的壓力就會偏大 不是 但是我講一句實話 我能把自己活到這樣的高度 為什麼要交一個讓我去吃土的 沒有了解你吃土啊 沒有道理 對啊 而且講實話 我又沒有讓男生出 我花我自己的錢啊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一起出國 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買經濟艙 我就會說好啊 那我用我的信用卡里程 我幫你升等啊 這樣可以吧 那豐田現在會不會有壓力 不行耶 有一種吃軟飯的感覺耶 你都可以給人家養了 你剛剛不是說 你剛剛自己說要吃軟飯嗎 你不是要吃軟飯嗎 不然現在講 不是豐田行不行 因為你沒有要跟他在一起啊 就像魚你知道那個海有很多的 有沒有深水魚啊什麼 你在哪一層 你就是吸引哪一層的人 對 你在哪一層 你就是吸引哪一層的魚 所以他可能把自己設定在這裡 而且我覺得我身邊的朋友 我的姐妹會是 會因為想要出國 我說啊 可是我覺得 我最近好像工作沒有那麼多 好像不應該出去玩 我姐妹是會直接買一張商務艙機票 叫我飛過去的那一種 她說你人到來陪我玩就好了 就是我會覺得我身邊的大家都是 大家每個人都是有能力 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那我為什麼要去 談一個會讓自己辛苦 但我只是說這樣 男生會比較偏有壓力 所以我 所以會敢追我男生 就是他也一定會有自己 一定的經濟基礎啊 歡迎我們的各大這個商務艙朋友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如果你在商務艙等級的先想一想啊 民宿兩萬塊以上 我又沒有花別人的錢 把自己活得很貴 我花自己的錢把自己活得很貴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啊 也是啊 沒錯 人生本來就是選擇嘛 對 可是如果真的 遇到一個你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 可是他就是很窮要怎麼辦 我就會問他說 我會問他 如果他願意長大 長大 他想啊 他想就是還沒 他願意硬起來 如果他願意硬起來 他願意長大 一起努力 我努力 但我現在很窮 養我吧 養他 那你努力給我看 你會變大嗎 你會硬起來嗎 很大 硬斑斑耶 你會變大 個性 好 個性